继续读茨维格的传记托斯托耶夫斯基 这是最后的一节 题目是胜利的生活 不管生活过去如何 生活它是美好的 哥德 通过托斯托耶夫斯基内心深处的道路是多么黑暗了 他那地方的景色是多么凄惨了 他的五指镜是多么令人窒息 又多么深奥墨解 就像他那刻画出了生活种种痛苦的悲惨面容一样 这里有内心深不可测的苦难区域 有精神的紫红色炼漪 有尘世的手曾挖进感情地狱的无底竖井 在这个人间世界里有多少黑暗 在这些黑暗中有多少苦难 在他的土地上 在这块连最深层的硬壳也浸泡在 眼泪中的土地上有多么深沉的悲哀 在这块大地的深处是多么可怕的地狱世界 他比先知丹丁在近千年以前所看到的更加黑暗 没有得到拯救的人世间的牺牲者 自己感情的殉难者 都饱受了种种精神辩齿的折磨 都在软弱反抗的波涛中异常愤怒 托斯托耶夫斯基的这个世界是个多么可怕的世界 一切喜悦都被高墙为格 一切希望都被排除 面对苦难得不到拯救 他那些牺牲者的周围都耸立着无穷无尽的高响 没有同情能够把他们 也就是他的人物 从他们自己苦难的深渊里解救出来吗 没有世界末日的时刻来炸毁耶稣 用自己的痛苦造成的这个地狱吗 人类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喧闹和控诉 从这个无底深渊里喷涌而出 从来没有一部作品笼罩着更多的黑暗 甚至米开朗基罗的人物形象的悲哀也还比较柔和 而且单定的地狱深渊里也有天果极乐的阳光照亮 那么在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中 生活真的只能是永恒的黑夜 只能是一些生活意义上的苦难吗 感情在深渊上战斗着浮身下看 只听见他们的弟兄们的痛苦和诉说 然而这时候从深渊里飘荡出来一句话 这句话轻柔地传进顶沸的人生中 但又从深渊的上空飘过 就像一只鸽子飞翔在波涌浪翻的大海上边 这句话听起来很温和 意义却很深刻 听到这句话就会感到非常幸福 这句话是 我的朋友们 你们不要畏惧生活 这句话引起的是一阵沉默 深渊在战阵兢兢地涕听 它在飘动 飘动在一切痛苦之上 这时候它的声音在说 只有通过痛苦 我们才能学会生活 是谁讲出这句安慰苦难的话呢 是受苦最深的人 是托斯托耶夫斯基本人 就在他伸展开双手 并钉在分裂状态的十字架上的时候 就在痛苦的钉子 钉进他龟裂的身躯的时候 他却还在毕恭毕敬地亲吻这种 生存的牧师之架 他就像是在给同胞兄弟 讲出重大秘密那样 用温和的口气说 我相信 我们大家都必须首先 学会热爱生活 于是 从他的话中那一天破晓了 世界末日的时刻来到了 坟墓和牢狱都突然间把门敞开了 使者和被关押的人 他们全都从深渊中站立起来 全都走上前来 成为宣讲他的话的传道信徒 他们都从自己的悲哀中挺起身来 他们从牢狱中蜂拥而至 从西伯利亚的苦艺营蜂拥而来 身上的镣铐铛作响 他们还从阴暗角落 祭院赌场和修道院的修师 时钟走来 他们大家都是激情的伟大受苦受难者 他们的手上还残留着鲜血 他们挨过鞭吃的鸡背 还在刺骨的疼痛 他们都还卧倒在愤怒和疾病之中 但是在他们的嘴里 哀怨也已破碎 他们的眼睛也因为充满了信心 而闪射出光辉 巴兰的永恒奇迹出现了 在他们焦渴的嘴唇上 举咒变成了祝福 因为他们听到了主和撒纳的声音 那是穿透怀疑的一切炼狱传来的和撒纳的声音 那最忧郁凄惨的人是优秀的人 最可悲的人是最信仰最深的人 他们全都涌上前来 为他的话作证 他们以极度兴奋的原始力量 用他们的嘴声音沙哑 而且哭干的嘴 无比欢乐地唱出了苦难的颂歌 生活的颂歌 这是伟大的赞美诗 他们这些殉难者 大家全都到场了 都来赞美生活 被法若地狱的无辜者 德米蒂里卡拉马佐夫手上戴着手铐 用具全身力气欢呼说 为了我能对自己说 我活着我要克服一切困难 即使我在行训台上 捐缩成一团 那么我也十分清楚 我活着 即使我是被锁在宗世纪的鲁剑上 那我也能看见太阳 即使我连太阳也看不见 那么我还活着 而且我也知道太阳是存在的 只是他的兄弟伊万走到他的身边宣布说 没有比死亡更不可废除的 不幸 于是生存的极度兴奋 有如一道阳光射进了他的胸膛 他这个否认上帝的人便欢呼说 上帝我爱你 生活确实是伟大的 永恒的怀疑者斯特凡 特罗菲莫为奇 从病塌的枕头上抬起身来 双手紧握 断断续续地说 我多么想能再生活一次了 每一分钟 每一个瞬间 都必定是人至高无上的幸福 众人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越来越纯洁 越来越庄严 思想混乱者 没时间共觉 在摇摆不定的性格的翅膀支撑下 张开双臂 心最神秘地说 我真不理解 人们从一棵树旁边走过去 怎么能不为树的存在 和人们对树的喜爱感到愉快 然而在这辈子的每一步中 都有多少令人赞叹的事物呀 甚至堕落的人 也还会感觉到这些事物是值得赞叹的 那个斯塔列茨 苏西玛劝导说 举咒上帝和生活就是诸咒自己本身 如果你要喜爱每一个事物 那么上帝在一切事物中的秘密 都会对你显示出来 而且到最后 你会用包罗一切的爱 拥抱整个世界 甚至那些来自穷街露像的人 身穿破烂外套 普通而且雀弱的无名之辈 也挤上前来 张开双臂说 生活就是美 意义只存在苦难中 生活是多么美好啊 这个可笑的人 突然从那宣布生活 伟大的生活的梦中出来了 他们全都像爬虫一样 从自己本性的角落里爬出来 参加盛大庄严的赞美诗合唱 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愿意死 没有一个人愿意放弃生活 神圣可爱的生活 没有一种苦难深重 倒是他用死亡这个永恒的对立面 来替换生活 而这个地狱 绝望的黑暗 突然间从他坚硬的墙壁中 传出命运颂歌的回声 在炼狱里延烧起来 狂热的感恩之火 光 无穷无尽的光涌现出来了 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天堂 突然在大地的上空出现了 托斯托耶夫斯基写下了最后的一句话是 生活万岁 这是孩子们在伟大纪念碑旁演说中的话 是神圣的野性呼唤 他在众人头上呼啸着隆隆作响 啊 生活 奇妙的生活 你用知识的意志 把给你唱颂歌的人 造成了你的殉难者 啊 生活 明智而又残酷的生活 你用苦难使得伟人们对你送出 使他们宣告你的胜利 约伯因为在不幸中对上帝有了误解 有了无解 他的永恒呼声便响彻了几千年 你总是想再次听到他的呼声 再次听到丹仪里的追随者们 在身躯进入炉火中燃烧时的欢呼歌唱 作家们在顺从于你 而且怀着爱戴之情念诵你的名字 这时你就用作家的语言 永远点燃起了他们的身躯 点燃起了琵琶作响的煤炭 你在音乐的意义上弹奏贝多芬的乐曲 于是贝多芬这个龙子就听到了上帝的怒吼 而且在死神触摸到他的时候 还给你创作了欢乐送 你把伦伯朗赶进贫困的黑暗里 于是他偏在色彩中为自己寻求光亮 寻求你的阳光 你把丹丁驱逐出主国 于是他在梦中看到了地狱和天堂 你用鞭字把一切人都赶进了你的无限之中 而对这个鞭打最重的人 你也强迫他成了你的奴仆 因此你看呀 他口吐白沫在精卵中扑倒在地上 对你欢呼和撒纳 欢呼那穿透怀疑的一切炼狱传来的神圣的和撒纳 在那些你让其受苦受难的人身上 你取得了多么大的胜利啊 你用黑夜造就了白天 你用苦难造就了爱心 你从地狱里取出神圣的赞美歌 受苦受难最深的人 是一切人中最有知识的人 因此了解你的人必定会为你祝福 这个对你认识最深的人看到 没有人像他那样证明了你 像他那样爱过你 好 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传记就读到就结束了